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50 show 片孵谷 《威人威威 不示威 只當著力有針規 白燈層起高凰角 忠備彰良守舊位》 師 你在讀什麼 好像是簽文 我是在讀車工廟那一支簽文 連解籤你也做了嗎? 不是啊 那真的不夠你做了 這支是早前劉王法、法叔 都在車宮廟求籤的 他們說可能可以預示香港經濟 有沒有那麼厲害 是呀 所以我再讀幾次會不會了解 好像法律條文一樣 好像做到你那麼厲害 預示香港經濟到底是怎樣的 預示港股 我又不懂這些 一讀多幾次 那些中文字每隻都懂 即加起來就不太懂解 他說好像有點典故 雖然我都不太懂 我只是看一看 其中說白燈曾起高皇國 說劉邦 曾經在白燈被兇奴圍困 輸得很慘 好像要陪妻女一樣 那麼大件事 是啊 所以我真的不太懂 那下一句又怎樣呢 這個中被張良守舊位 那是否張良救回他 他到底典故是否這樣 應該不是 應該是下一個說張良 可能是一個貴人 我也聯想了一點 如果跟香港經濟有關 那真的挺嚴重的 每次都是這樣 香港有甚麼事 阿爺就會出手救 是嗎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不知道會不會呢 不過你說起香港經濟 Dicky 其實我看回踏入兔年後 我們的港股 好像吸了幾隻黑兔 小時候都加破產 幼稚園的時候 乾淨是吸白兔仔 不乾淨是黑兔仔 我沒有黑兔 所以不太習慣 我小時候也可能有時 不太用手甲 我開玩笑 你吸滿了 那我就 是不是呢 吸了幾隻黑兔 現在到底我們剛開始 怎樣去看 港股 其實真的表現不太好 好像你所說 踏入兔年 港股 都挺跳躍的兔仔 不過跳了下去山崖 都跌了相當之多 之前的苦味都很好 我們港股 就是苦年最後一個交易日 撩了上去 升得很厲害 之後就無以為計 不但跌回之前 升的還要再跌 23,000 這些水平都備受考驗失手 為甚麼會那麼差 我自己看 就跟內地加息有些關係 不過大家可能會不明白 明明說內地加息已經是預期災難的事 是呀 大家都猜到的 還說上半年是加息周期 但為甚麼都這麼大反應 其實我會覺得這樣 加息真的已經預算了 甚至乎之前 內地的傳媒已經廣泛地報道了 就是加完準備金 那就加息 即是碰測測碰測 即是說一次就可能加息 另一次就加存款準備金 即是說在這個政策調控下 所謂的穩健貨幣政策 即是說兩件事慢慢加 其實真的加息是絕對有這個需要 我想在內地的政策來說 都有幾件事希望要做到 第一 先控制物價 你也知道 現在內地的東西是多貴 是呀 很貴 好像說有些統計數據 29款的物價 即食物也好 或者是普通貨物也好 零售快速消費稿 有27款都漲價 有些數據顯示 即是基本上全部都升了 如果你說內地的民眾 當然賺多多錢更加好 如果不是的 我就這樣把錢放在銀行收息 過活的 你當我退休 那就糟了 因為內地實際上 現在就呈現了一個 實質的負利率的情況 甚麼來的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我把錢放在銀行收息 拿一個定期 打算拿來過活 誰不知 物價升幅比我拿定期的息 即是跑輸通脹 即是說收息回來也沒用 其實這個實質負利率 有一個後遺症 後遺症就說 簡單來說 就是迫著內地的民眾 或者迫著民眾 就是要把錢 就在銀行拿出來 然後去投資 為甚麼要這樣做 原因就是 放在銀行定期的利息回報 不足以微補 就是這個通脹帶來的 可以說是購買力的下降 所以就唯有 唯有就投資 就是推了錢去投資 其實這個久而久之 就會造成資產泡沫 這個內地當然就是希望 慢慢要將資產泡沫 就不要再給它漲大 再漲大可能會爆 慢慢升幅小 尤其是樓市 這個設計人 而且內地也推出很多措施 打壓樓市 就是希望人們不要炒樓 新國八條 就是 上次我們也說過 但是現在要人們 拿了錢出來去投資 但又打壓樓市 那怎麼辦 其實就是這樣 這個實質負利率的情況 要改善有很多方法 一 就是如果給予一些存戶 他們存錢多些息 而這個利息是足以跑贏通脹 那他們便少了一個投機性投資的誘因 這個就是最終政策 希望會得到的效果 所以你看到過去幾次加息 其實經常都是長期 或者比較遠期的定期存款 加息的比例會加得 比一年期的存貸的息率會高 你剛剛這樣說 我就想起了 這次的加息 是連活期存款的利率都有加到的 是嗎 沒錯 這就是其中一個目的 是嗎 不過阿詩 你正正說了這次的加息 跟以往的兩次 即是去年十月 跟去年十月 還要是二十五號 聖誕節的聖誕禮物 有些人說現在好像 平均每兩個月加息息 即是由一零年到現在這樣看 事實上真的 這次已經第三次了 一個多月又加一次 當然如果純粹說加息 市場有了充分的心理獎比 市不一定跌 因為看過去有紀錄以來 如果過去的十五次加息 其實市不是一面倒全部都是跌 而說回近期的兩次 剛才我說過十月 十二月 其實十月那次加息 是升的 十月那次就跌得很厲害 市場人士就稱之為 中央送給市場一份大聖誕禮物 就是一個炸彈 令到市跌了 但這次來講 為何加息會令到市場 真的有個好像驚弓之鳥的感覺 而很多內銀股 即是香港上市的H股 當然我們都知道 香港上市的H股有日價 比內地的A股 但為何H股會那麼差 其中一個原因 我自己會這樣相信 剛才阿施理說到 因為加息 這次是連活期存款都加 你很簡單想想一個問題 過往兩次活期存款無價 如果以一些大型的銀行 譬如建行、公行 他們的活期存戶比例比較高 這個範疇其實就不受影響 變成不會很顯著收窄銀行的息差 但這次就不是了 連活期存戶都加起來 即是一句說 我告訴你的存存在哪裏 定期也好 會期也好 總之銀行都要多給息息 那些存戶 對銀行來說 息差就收窄了 所以其實 中性得利是偏少少利淡的 這次加息有別於過往的兩次 明白了 Dicky 但是套年我們的港股吸了幾隻黑套 如果叫你現在去預測一下 簽文有少許預測度 你又怎樣看 我自己 我們港股今年怎樣看 今年我又覺得未必太悲觀 但短線來說 起碼有三個情況 其實我們過去都有說過 第一就是 美國經濟復甦的展望 就越來越明顯 而且美國經濟復甦的話 對我們的港股其實是受惠的 是嗎 是的理論上是 不過有一個後遺症 就是當美國債券的資金 不斷從債券流出到股市 見到美國三十年和十年期的長債 價格不斷跌 知識向上 變成過往的息差優勢就沒有了 外資流入香港的誘因小了 這個過去我就說過了 所以變成港會就走弱一點 這個其實就有一點影響了我們的港股氣氛 不過整年兔年來說 我的兔仔都很跳躍的 跳了下去 動如脫兔 都懂得跳上來的 跳了下去就跳上來 應該對於內銀股來說 如果你有負面的情緒 尤其是在股值上高 坦白說真的很便宜 首先我講一個很簡單的股值給你參考一下 不要說內地的A股已經是折讓 我只是講回MSCI中國指數 是香港上市的一些中資股 其實現在的市盈率只有11倍多一點 比起香港支數17倍的市盈率其實低很多 其實這些中資股股值已經很便宜了 再加上內地的中資金融股 還有H股 還倒掛那麼厲害 其實都相當之抵 Dicky 剛才說的內銀股 我們都有一隻 939健行的 這個星期我們的投資倉 表現就一般的 跟隨著大市 對 跟隨大市 我覺得可以繼續持有住 說真的你買一隻銀行股 都是打算拿來收息 沒有理由拿著 這隻銀行股兩個星期就說要買 不用擔心 賣不賣 不過我很開心 我們有隻內銀股在這裡 始終健行 我們買價不是高 也可以繼續持有住 說實話 今天我特別為你點了一隻pizza 那麼好 這個素菜pizza就是相當特別的 全部的配料都是素菜 適合追求健康 秒條的你 好 尤其這個cortobillo mushroom 很大的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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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